日本へ行きまー 這次呢 我收到雜皇室的邀請 反正我們會有六天 然後會去北海道這邊 非常多不同的城市 乾杯 我長得超不OK的 你應該要去拍的 晚餐正式開始 乾杯 早安大家 今天呢 是我在日本的倒數第二天 然後這個是跟昨天一樣的飯店 最後一天其實都是搭飛機的行程 所以今天應該也算是 我在北海道玩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覺得日本真的是一個 我會想要一來再來的國家 然後這個呢 是我昨天買的二手衣 一馬穿來 太好看了 來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始今天的行程了 就知道吧 現在是一個下雨的北海道 也不錯啦 可以體驗一下不同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在的是一個 這個就是通常大家來 札幌一定會拍的一個鐘 然後是一個百年老鐘 我們發現這趟來北海道 其實非常多的地方 都是百年以上的建築 像我們昨天吃的成吉思汗烤肉 然後還有那天吃的石壽鍋 都是一百三十年以上 其實這個景點的重點是 它上面那個鐘 它是一個從有北海道以來 這個鐘就已經存在了 真的是超級久的耶 啊雨好大喔 雨好大喔 下雨的北海道 我還是很喜歡 我們現在來到了電視塔 下雨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上去看 因為它有個景觀台 大概就是在那個 最上面那個位置 超可愛的 它是那個電視塔的吉祥物 歐豆傘它就是那個爸爸 他們是一個家庭 不只有歐豆傘 我們等一下還會看到 就是媽媽還有小孩 等一下就要去這裡囉 怎麼辦 我已經開始想要買 電視塔的吉祥物了 好可怕喔 日本真的很可怕 好可愛喔 有歐豆傘的T恤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玩偶 別針 原汁筆 還有杯子 太瘋狂了 真的是 好可愛喔 那我們來看這個電視塔 然後它的壁館時間10點 大人是1000塊日幣 9點就開了 所以你們可以想要看夜景 想要看白天都可以 這邊有一個應該是 就是他們覺得很可怕的地方 你可以站在這邊往下看 一個好可怕喔 它是做斜的 然後這邊的高度啊 整個電視塔是 149.2公尺 然後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呢 是90公尺 對那你可以看到整個雜晃室 現在因為就是霧氣比較重 所以看不太清楚 有種朦朧的感覺 不行我往下看我會腳抖耶 不行我往下看我會腳抖耶 內褲超可愛 它突然就是有個路 從中間跑出來 所以就是龜跑出來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這是媽媽的 這是媽媽的 欸完全看不出來耶 它就是長了睫毛 這個是Occasa Otoosa 這次來北海道我買了一個鐵盒 然後我就希望之後 未來我去各個地方旅行的時候 每個地方都可以買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然後今天我有到過這個地方 然後它這邊呢 就有這個金幣 這個同樣也是 就是只要在大城市 很多知名的景點 都會找得到這個金幣 它還可以把你的名字 就是客製化寫在上面 然後我現在要買的是這個 電視塔限定的金幣 然後一次是600塊錢 太可愛了吧 好OK 嗨 很大聲你要小心 有音對嗎 Golfi Spring 然後反過來 Instapuru 我們現在來到二條市場 然後它就在 昨天去的李小路的對面 然後這個是雜黃這邊很傳統的魚市場 其實很多人會來這邊吃早餐 但我們今天因為早上比較晚才出發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這邊吃中餐 以後來這邊看到這是什麼 這個是紙座的海鮮 因為其實很多海鮮 可能現在不一定有 或者是它是用冷凍的 所以它這樣超可愛 它就直接這樣放很多圖片在這裡 這邊有各式各樣超級華麗的海鮮丼 你看這個滿滿的鮭魚卵 然後你看這個螃蟹有多大 我手在這裡 超級巨大 要兩萬八千五百日幣 好多刺刺的螃蟹喔 對不起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螃蟹 但它顏色真的好鮮豔喔 剛剛 我們有稍微拜託老闆一下 可不可以讓我們試吃看看 然後他就給我們這個 一個雪場蟹的一個餃 那我們現在可以直接在這邊試吃 嗯 嗯 嗯 喔 好吃 好好吃喔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我覺得它的味道真的很足 然後超級超級新鮮的感覺 直接吃這樣一大塊肉真的超爽的 滿足です 那來到這一家呢 叫做凍冰味 然後就是要吃我剛剛也路上看到的 這種超級華麗的海鮮丼 滿足丼 這個呢是他們店裡的第一名 就點這個了 滿足 好啦各位我要挑戰自己點餐 所以我要點這個滿足丼 滿足丼一塊 滿足丼一塊 抱歉 抱歉 滿足丼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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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要幫我後製一點光線 一點聖光 還有小天使 いただきます 我要來吃我的滿足丼 你看 好 這鮭魚超級50嫩 直接吃下去 中環 這一碗呢是2950日幣 還有鮭魚超級好吃耶 進入了美味漩渦裡 已經不得自拔了 街戲這邊幫我配一個那個 小當家的那個特效 超好吃的嘛 那我們今天要來的這個二條市場 其實它是個招式 就是它是把它當天最新鮮 然後剛從海裡釣上來的魚 然後直接在這個市場買 然後旁邊就會有很多的餐廳 像這個海鮮丼的餐廳 正常來講 台灣可能是11點開之類的 就比較正常 但這邊呢它是早上7點 然後開到下午2點 就等於說這邊的 我們現在吃的這些海鮮 都是最新鮮的海鮮丼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會覺得說這個丼飯 理論上應該是吃午餐 或者是吃晚餐 對日本人來說 就是吃這樣的早餐 或者是甚至去吃丼飯 定時都是非常正常的 早餐的set 然後原因是因為 他們是希望 早餐可以吃飽一點 希望在看這支影片的人 不是半夜看 我只能說抱歉了各位 好 各位我現在呢 第一次在日本有店家找我簽名 各位如果你們之後來這家店 有看到的話呢 一定要拍照然後tag我 我要知道 來簽囉 出 他怎麼好緊張喔 怕他寫錯 OK 我要寫你的照片 我的照片 不是啊 那是水源溪子嗎 那是水源溪子耶 我還放在水源溪子旁邊 謝謝 謝謝 是不是 受寵肉精 受寵肉精 謝謝 開心 好 最佳推薦喔 東北 東冰味 來吃 來找我的簽名 我們原定有一些行程 但因為下雨的關係取消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要離開展皇室 我們要去簽睡 然後再去簽睡的路上呢 我們有大概30分鐘的空檔 然後我們想來一個很大很大的二手商場 對不起我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怪二手的人 之前我其實有拍過一支影片 然後有介紹過台灣在好園那邊 就是有一間Hard Of的二手商場 然後這邊呢 除了Hard Of之外 還有Book Of 他們是連在一起的 都是賣二手相關的商品 有很多很多東西 歡迎來到Book Of 這邊有超級多的二手書 其實台灣也有蠻多二手書店的 但是我個人呢 其實比較沒有看過這麼大家 全部都是賣二手書 但是它這邊有很多很多很多 全部都是二手書 漫畫 而且它都是這樣子 直接給你賣一整套的耶 它不是這樣一排 它是這一整疊 全部一起賣耶 這一整疊 然後這邊差不多是兩倍的價錢 這可能也因為保存狀況 然後不同的地方 那價錢就會不太一樣 810日圓 500塊日圓 超便宜 這有一點點小舊啦 但是這個是4000塊日幣 我覺得它排的其實分類很整齊 對 其實我不知道有這樣的店 不錯吧 對 你就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很好的東西 這裡真的超便宜的 喔 好可愛喔 按一下可以這樣打開 喔 衣服上消費了 小包包 啊這個多少 6000塊日幣 狀況很新耶 而且重點是它是全新火 因為它的吊牌都還沒有剪掉喔 喔 小CK 竟然還有衝浪板 超髒髒的 它真的是露營用具 然後跟台灣一樣 依舊是非常非常多的高夫球桿 這邊還有一個210日圓區 就是這邊呢 大約都是40塊50塊台幣 這一區全部都是 雖然它是保存比較舊一點的款式 但是你說40塊的東西 能買到一個鞋頸機很不錯了吧 我覺得他們展示的方式 其實也讓人非常想逛 他們會把一些很新很草的衣服放在上面 人家逛的時候 你知道會覺得他們的衣服 完全不會想到是二手衣 就是你這樣看過去 你就會覺得說 我跟他逛新的衣服 幹什麼兩樣啊 二手衣好好保存 其實還是可以有很高的價值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買到很好看的衣服 所以大家來日本一定要來掛二手衣 真的可以找到很多寶物 之後呢 用半價的價錢 就是差不多8800日幣 買到這個給老媽的皮夾 然後這個好像聽說是 在日本這邊很多 就是媽媽都很喜歡用的款式 它非常實用 要賣給媽媽的是因為它的皮夾 可能已經大概用了20年 然後是一個非常老舊 魔鬼戰爭壞掉的皮夾 然後再加上呢 我出國之前都是媽媽幫忙照過貓貓 所以要感謝他這個送給媽媽 Love 我們現在來到了那個 頭大佛殿 等一下會看到呢 這中間有一個超級大的佛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它的頭 它是從中間這樣突出來 然後這個建築呢 是安藤棕雄設計的 雖然是我們現在去潛水的時候 會經過順路的一個景點 所以我們就要進去這個 一個寺廟 好 要先洗手 哇 非常的寒冷 這怎麼冬天來這樣洗手的時候 會直接結冰吧 這邊啊 現在看不到 但是其實它這邊種的東西是薰衣草 然後只要在薰衣草季節來 它這邊就會是滿滿一片 全部都是紫色的 然後在陽光的照射下 就會超級漂亮 然後你在進來那個馬路上 你會看到這邊一整排 全部都是磨礙巷 然後高高低低的 超級可愛 現在從這邊進去囉 這邊的這個佛啊 其實它原本就在 但是安藤棕雄設計的是外面的這整個建築 然後我覺得它建築會讓人 就是有一種 你是要真的走走走 衝過這個隧道 然後來到它的面前 然後往上讚揚它的感覺 我覺得更帶有一種敬畏之心來到這邊 然後看著這尊佛像的感覺 在家中山頂著 一個更大的海屈 等一下 在家中山頂著 我们抵达千岁了 然后已经接近机场 然后呢 我们要找一些比较室内的景点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千岁水族馆 其实它是一间比较小一点的水族馆 然后大人的话 一个人是800块日币可以入场 原本我们今天下午要去的那个行程啊 就是去这附近的一个织物湖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 可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织物馆呢 它就在这个织物湖的旁边 然后就可以看到它湖底 其实那个湖是全日本最清澈的湖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湖的支流的那个河川 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地底下这边 建了这个水族馆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超清楚看到湖 真的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就看到鲑鱼耶 然后在那里面前 超这么多只耶 然后这些鲑鱼它们现在呢 就是因为鲑鱼会回游嘛 它们现在就是在三岁四岁五岁的时候 就会回来 它们现在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要产卵然后繁殖 就是在这个千岁川这边 哇 太特别了 竟然可以直接亲眼看到这个画面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鱼耶 这个叫做一种圆满恒代圆满 这个叫做一种圆满恒代圆满 鱼 你好 你看得到我 你又看不到 这个鱼感觉好像有个猪鼻子的感觉 你看那只超级大的 你看这个 好大 还有老兄 老兄你在干什么 你看起来像是在发呆 看啦 平常在坐姿不正确啊 在驼背啊 就变这样子了 哎 妈妈说的要听啊 然后这是草间弥生烘鱼 这个老妈 老妈 老妈 鼻子很挺的部分 哦 好可爱哦 哦你看下面 封很多枫叶 这个核酸就会变颜色了 耶 耶 来哦各位 这个呢 是两只来自南美的水塔 也就是我一半的家乡 所以呢 我就想他们应该也会一些西文吧 南美洲人几乎都会西班牙玩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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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ed 谁没有那些 得比喜别严计 什么 你的情细 看新 Burpee 可以收ее spider 大家说这个集中的集图 他的水真的很清清 那多少次去的时候 硬像中的食物符 他的那个水非常的蓝 然后透彻的 雖然这个灯后面才打了LED灯 但是广长说这个是去重新去复制 它象中的组的 其实在水里就是这样的 非常蓝 非常的透徹 耶~~~ 他說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把手伸進水裡 他們就會以為你手上有飼料 然後就直接衝進你的手裡面 我們來體驗一下 嗚!嗚! 嗚! 好冷喔 還沒有來之前 你的手就已經先凍僵了 嗚!嗚!嗚! 嗚!嗚! 有那個吃腳皮的那個魚 啊! 啊! 走吧! 走吧! 這個是有給牠 其實有負實心的啊 剛剛那個是沒有付錢很怨恨的員工啊 那也是啦 來來來 工讀生們上班了 來 嗚!嗚!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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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是我們這幾天 這五天在這邊度過非常快樂的時光 那在我們的車車就是這一台 要感謝我們的司機伯伯 掰掰 因為我們明天要非常非常早就搭飛機 所以今天我們就決定在機場裡面的飯店住一晚 而且聽說今天的飯店還不錯 哇好高級喔 天啊 你看這個大廳 欸 走進來就有滿滿的那個 檜木的香味嘛 哇 然後剛剛走得比較急 所以水族館那邊我沒有分享 我真的覺得水族館很好玩 然後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個啊 就是真實的河川裡那個場景 他說整個日本就只有那間水族館有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推推 所以很喜歡 大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 看就是客房的地方 然後中間這邊就是有一個藝術走廊 然後你可以走到中間 然後這個都是用天然染做成的地 天啊 這第一次真的塞到這麼華麗的飯店了 我以為就是在機場房間 打擾了 它真的是自動的耶 它會趕硬一走進來 然後它燈就會打開 然後窗簾也會跟著打開 喜歡 它連電視也會自己打開 天啊 我第一次塞到這麼高級的房間 這邊就是它是走一個比較日式高級的感覺 然後很多房間都會就是讓它帶有一點殘異 然後說整間飯店總共有700間藝術品 就是從你踏進來那一刻你就感覺到一種 哇 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廁所的部分 洗澡的地方 它都是一種比較深色的 有點殘異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廁所 有超級大的全身鏡 浴袍 還有熨斗 還有那個燙衣服的台子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到旁邊的風景 現在呢就是當然因為是晚上 再加上有點下雨 看不是很清楚 但其實從你的窗邊呢 你可以看到機場那裡 可以直接看到飛機起飛的畫面 超級酷 好啊那這個房間就分享給你們 素晴 下雨 大家 明天是在北海道的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剛剛去了機場 然後買了一些おみやけ 然後還吃了拉麵 然後我們還去了飯店樓上的酒吧 然後明天就很早很早要起來吃早餐 然後就要搭飛機了 唉..說真的實在是有一點難過 明天就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還要跟日本說再見 反正還是先睡覺吧 再見了各位 好了大家 晚安 掰掰 大家 Ohio 那現在時間有點趕了 我們要去吃早餐 要離開這個美好的飯店了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我們要離開 好快喔 時間就這樣過了 6天 好快喔 時間就這樣過了 6天 時間就這樣過去要回台灣了 時間就這樣過去要回台灣了 要離開日本了 要離開日本了 好想再來喔 喔 北海道 北海道 拜拜 拜拜 謝謝 我們會再次見到 我們會再次見到 什麼意思 就是希望再見面這樣 喔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哦 北海道 拜拜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大家 北海道的六天之旅 就要在這邊畫下句點了 要回去我溫馨的家 台灣了 算回家也是蠻令人開心 但是同時也覺得 對這邊有無盡的想念 其實我原本啊 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自由心的人 我對於就是跟團啊 這件事情 心裡總是有點排斥的 因為之前可能 聽別人分享的時候 都覺得啊 限制很多 也可能是因為 就是這次的團也比較小一點 真的是刷新了 我對於跟團這件事情 然後有導遊跟有翻譯 這件事情的看法 至少我能說就是這一次 我是真的玩得很開心 比起之前都是自己 跟朋友去逛 然後看不懂任何日文 或是只能用英文 就是很勉強的 跟日本人溝通 感覺很多行程都比較 流於走馬看花 就好像少了一點點 可以真的深入了解 這個地方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次 有跟當地人一起去 就真的會覺得 每一個地方都真的 了解到了他的故事啊 或者是他為什麼 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覺得這次 一起來的Saito-san 然後還有Iku 跟Anna 真的很感謝他們安排的行程 就每一個行程 我都玩得超級開心 然後我覺得他們人超級好 所以就非常開心 這次可以來到北海道 然後很開心還遇到了新的朋友 那最後 北海道就推薦給你們 這是一個 我會想要 一年四季都來看看的一個地方 現在是秋天來嘛 那我就想要冬天再來 春季再來 夏天再來 因為聽說每個季節 都有完全不一樣的景色 我現在呢已經可以完全 百分之百確定 我一定還會再來這個地方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著留言跟分享 還有訂閱跟小鈴鐺 我是紀莉 短暗的是愛拍片 如果大家喜歡唱歌的Gina 我們下次見囉 さようなら バイバイ 謝謝 謝謝